人民银行相隔7个多月重启14日期逆回购操作 分析认为反映货币政策稍为更加宽松 林近中秋节同国庆假期 人民银行为了维护市场季美流动资金平稳 开展100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 7日同14日期各占500亿元人民币 在相隔超过7个月之后再次重启14日期操作 而且扣除到期的逆回购 单日在市场正投放900亿元人民币资金 如果不计中期借贷便利MLF 投放资金的规模是超过7个半月最多 有策略师认为 做法反映内地经济放缓之下 货币政策稍为转向更加宽松 雇头、零售销售继续顺于预期 所以如果再这样下去的时候 PMI已经跌穿50了 是不是继续收紧呢 所以其实见到如果比较中线的观察 这个14日的开始有机会未来只会更多不同的日数 甚至乎额度会逐步上升 不过他觉得措施和中国恒大的债务危机 引发市场信心转弱无关 因为涉及债务庞大 最少要减存款准备金率 或者局部地方调低利率才能缓和 但是加拿大皇家银行认为 恒大的问题困扰整体内地楼市 对内地经济影响其实很大 所以要银行介入 控制资金紧张的情况也不出奇 反映银行资金面的隔夜回购加权利率 在逆回购安排公布之后 曾经跌大约2点指 但是7日期回购利率曾经升到2来4左右 创超过一个半月高位 无线电视黄文轻报道